好我們看第三題 第三題跟剛才前面這個題目是大多小異的 看一下跟這個題目差不多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我剛才講過的 我說你遇到這種題目的話 你遇到這種所謂的sigma 有分數的提醒的話 都應該是先把它展開的 所以看一下 來 K等一定是9 所以它的展開結果應該是 這裡帶1 這裡帶1 所以應該是根號2加 根號1分之1 後面一直在推 應該是根號3加根號2分之1 加上 根號4 加根號3分之1 加點點一點 加這個再99 應該是根號100加根號99分之1 對不對 好然後等於多少呢 來 你看到這種根號題目啊 你記不記得等 你學過 你看到我們根號相加 我們就等你去幹嘛 有臉話分明 好 旁邊寫給你看一下 如果這裡寫是 根號2加1分之1的話 它會等什麼 你看到 A加1大成長什麼 A-1吧 對不對 所以應該會變成了 根號2加1 分之1 成長 根號2-1 根號2-1 結果下面的變什麼 變成了 A平方加1 A平方9X平方 那變成1 然後 13它就變成了 根號2-1 欸 我就看到什麼東西 我看到了 根號2加1分之1 會變成根號2-1 所以後面是用一樣 所以它會變成了 √2-1 這前陣子的部分 這個呢就變成了 √3-√2 後面也是一樣 √4-√3 這個我先提醒你等一下 一定問得到是 幹嘛真的寫√1 但是我為了要有一致性 我這個√4我就寫成√4 我就不寫成2 這樣懂嗎 後面也要一直再加點一點 最後可能 應該是√1-√9 結果你翻譯什麼東西 √2-√4-√2 剛好可以消掉 對不對 然後√3-√2-√3-√3會消掉 有看到嗎 所以它結果又來又來 我會覺得一模一樣 只是要頭跟尾而已 所以答案就是 負一加上更號一百幾乎到 十 你這個時候可以把它換成整數 真的還有意義嗎 所以答案可以多少 答案就等於九 OK 好 你看一下